方便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素食产品 平时大家不是煮的就是泡着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新的吃法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而且营养又美味 三分钟就可以学会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方便面饼 掰成小块 放入绞肉机中 直接给它搅成比较细少的颗粒 然后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小碗中我们打入四颗新鲜的鸡蛋 然后把蛋液搅拌均匀了 直接淋在方便面碎中 用筷子搅拌均匀之后 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用到半颗青椒 去地之后给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倒入方便面中 再准备一颗小一点的胡萝卜 去皮之后给它切成小丁 和青椒一起加进来 再准备上一根自己喜欢吃的火腿肠 借用牙签撕去外皮 同样的也是切成小碎丁 装入盆中备用 小香葱一定要多来一些 所有的食材加进来之后 我们开始调味 根据自己的口味清淡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一小勺的胡椒粉 再来一大勺的蚝油 然后给它们搅拌均匀了 让所有的食材都被蛋液包裹着 锅中我们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用刷子涂抹均匀 把搅拌好的鸡蛋方便面碎倒进来 然后给它整理平整 尽量的要紧实一些 最后我们再撒上一些黑白芝麻 这样吃起来更香 盖上锅盖 开中火开始烙制 等待面饼定型 用铲子沿着边缘轻轻地划上一圈 定型之后我们给它翻面 要想让面饼吃得更加酥脆 我们可以再刷上一些食用油 继续再烙上一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可以出锅了 直接把它倒扣在案板上 哇真的是太香了 直接给它切成自己喜欢吃的大小 这样做好的方便面鸡蛋蔬菜饼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蛋饼中带着方便面的脆感 还有着青椒胡萝卜的青甜 荤醋搭配奄奄又美味 全家人都非常的喜欢吃 如果你也喜欢 就点击关注收藏起来吧 我们下期见